这就是离婚的前兆 这就是离婚的前兆 只有周末回来太奇怪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留言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 大家好,我是刘昆 又到了我们家的每日餐时间 今天要做一个菜就是 粉蒸排骨 我要从哪里跌打 从哪里爬起来 所以今天我要重新挑战一下粉蒸排骨 今天要是用那个 上一次我腌料是自己腌的 这次是用这个 就是他们送的腌料腌 但是我有点害怕 看上去很辣的样子 没办法再挑战一下吧 然后我的想法是 他送的那个 就是那个粉蒸的粉特别辣 而且还碎 所以我再加点一般的那个粉 然后掺一下 这样的话味道会不会稍微柔和一点 这是我的想法 现在开始弄吧 我今天准备了两种排骨 第一种排骨的话是这种 这我就感觉是不叫排骨 这全肉块 第二种排骨是真正的排骨 看就这么厚 然后带骨头 感觉很爽 好了,我这泡了大概有三小时吧 现在开始改改刀 然后腌上 这样为了熟的快 为了那个 入味吧 好了,现在把这个 料包弄到里边拌一下 我买错了,不应该买麻辣的 应该买那个五香的 失误了,失误了 辣的不是很辣 还行,还行,还行,还行 还能接受 那就去我们嘴里头吧 腌一下 好,抓一抓 好,腌上 好了,腌了大概三十分钟了 然后把这个粉倒进去 我这是弄的那个 那个粉 然后自己弄点米粉 我有点怀疑 我老婆吃不了 有点辣 这个微辣有点 有点太微了吧 好,准备状态 我这边蒸的生蚝 在蒸着呢 这边这是今天的主菜 粉蒸排骨 看脱骨了 效果非常不错 还是伟大的网友们牛啊 我是在我这睡觉 所以你们要小点声 慢慢的吃 不然的话 儿子醒了的话 没法吃了 但是我随便弄点 正好蒸了一下 个人不是很喜欢吃贝类的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样 然后这个是津津的 猪菜 可以蒸肉 然后又煎了点的鱼 尝尝老婆 谢谢 我尝一块鱼 鱼是我老婆煎的 鱼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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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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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 比较有名的日本人的话 大家不知道会想到谁最近几年 我不说最近几年 我应该从十年前 我会想到 说到日本 我会想到两个人 一个是 事业浩尔 一个是 服务员爱 但说到服务员爱 大家都会知道 他因为在咱们中国 学的那个乒乓球 所以他的东北话说的 比我都溜 然后 因为咱们中国的大魔王比较多 在一行十三年吧 得了两次银牌 九次还是六次银牌 他没得过金牌 因为咱们中国的大魔王太多了 把鸭传播了前 退役之后 给咱们台湾省的小哥 结婚了生了两孩子 在服务员爱 因为工作的人平常都在国外 但是他的孩子呢 是留在那个台湾 留在老公家 他老公呢 又是只有周日周日回家 回那个他们自己 就在台湾的家 所以孩子也是 留在他老公父母帮忙看的吧 我这具体没说啊 今天为什么聊服务员爱呢 因为服务员爱 在日本参加了一个访谈节目 他中间说了一段话 这个访谈节目叫 就是厕子的房间 就是厕子的老太太 超级喜欢熊 喜欢的要死 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搜一搜查一查 服务员爱说 原话说道 自从结了婚之后 自己的大部分时间 待在海外 目前是和自己的母亲 两个孩子以及江洪杰 一起居住在台湾 不过江洪杰 因为练习和经营乒乓球馆 基本上 只会在周六周日回来 大部分时间 并不在家 再加上孩子 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所以我打算 带着孩子回日本生活 他说这句话 所以日本网友报了 呦我天 这就是离婚的前兆啊 只有周末回来 太奇怪了 有人接着不到 如果和老公一起回日本 还能理解 把老公一个人留下 只有爱将和孩子回来 我感觉离婚不远了 爱将的老公 只有周末才回来 正常情况下 不应该是 搬到离老公 进入乒乓球馆 近一点地方住吗 即便是 回来睡个觉 也应该让他每天都能回家 如果是为了 让孩子上儿 又让回日本 那么老公 不就没有办法 看到孩子成长了吗 以离婚为前提的话 这样没问题 但如果两个人想生活在一起 还是要重新考虑一下 然后又有人说 阿拉阿拉 それは厉害的感觉 对 经营婚姻这事还是比较难吧 特别是像跨国婚姻 说实话不容易 因为文化不同 从小时候生活环境不同 所以造成生活习惯 和思考方式也不同 所以两个人之间 会有很多生活上的差异吧 所以我希望 福怨爱的这个 婚变的一个消息是假的吧 我真的希望他能 幸福下去吧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福怨爱的 也祝全天下的朋友们 幸福美满吧 单身狗们 赶快找到自己的领域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喜欢视频点赞 或者请点赞 评论转发和收藏 我们下期 拜拜 拜拜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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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